今天刚刚在河园回来拿了个漂亮鸡 做个差点失传的秘制河叶蒸鸡 这样做出来鸡嫩滑多汁 每一口都有河香味 个个试过都说正 试验了八折鸡快点试下做 去习博店买两张新鲜河叶 闻一闻没有甘蔗屎味就是漂亮 用热水煮一煮 这样干净得来又够软身 这样煮过就容易包很多 洗干净之后将河叶摊开 用两张河叶不容易穿洞就稳妥很多 下两瓶盐和土榨花生油 把里里外外搓均匀 这样鸡就有底味 只有河叶就不秘制 加些红葱头、肉粥、档芯和红棗 这样做出来河叶鸡 好吃又滋补 全部收入鸡套里面 再用河叶将它包起身就OK 手法和包糯米鸡是一样的 不会走鸡就OK 用大火吸过去蒸40分钟 一开过去全屋都是河叶的清香 一个简单又好吃的河叶蒸鸡就搞定了 用筷子鸡鸡大腿不出血水就已经熟了 稍微冷凍少少可以斩泥石或者手撕 但汁水真的多到爆了 鸡味浓郁、肉质嫩滑 还可以吃到河叶和药材的清香 真的看到都流口水 用河叶包着蒸就可以最大程度保留原汁原味 就是这样一人撕一够就最棒 打扎打包个鸡腿给阿女儿试下 我是小咪爸爸 记得准时吃饭点个赞